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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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道德 讲到文学 音乐 美术等等 可是现在我们人类的文明最近就有一个趋势 就是被科技所主导 下一条 那我现在就以一件事情为例 大家都知道美洲 所谓从北美 中美一直到南美 每一个国家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全部都是所谓信仰耶稣基督的国家 就是所谓Christian country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国教国家 也没有一个国家是佛教国家 那么为什么 下一条 这个是不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这个佛教国家 而佛教这个宗教不够好 或者是回教这个宗教不够好 那显然不是 那无非就是当年知名美洲的国家 当年都市 当年知名美洲的国家 全部都是所谓基督教国家 那是哪些呢 各位看看 应该是英国 当然是它殖民了美国和加拿大 然后西班牙最大的 整个的南美洲 除了巴西以外 全部都是西班牙 当然也包含中美洲在内 那么这些国家 之所以能够殖民美洲的 全是因为所谓我们讲的船间泡利 也就是说 这个科技 主导了美洲的精神文明 也就是它虽然有精神文明 可是这个精神文明 其实是来自一些国家的科技文明 好 下一条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子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一直被认为 是所谓邪恶与正义的一个战争 因为以一次世界大战为例 一次世界大战是不能说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是正义 哪一个国家是邪恶 这个在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没办法讲得清楚 可是呢 二次世界大战 一般说起来我们说 其特勒和日本 德国和日本的确是邪恶的 而其他的另外一些国家 就算是站在正义上 可是我们其实也都知道 战争的结果绝对也不是因为 因为有些国家有正义 我们也知道 其实因为它在科技上的优势 各位看出来在我们亚洲最后取决于美国有原子弹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战场 很多事情 很多的这个军事上面 这个文军所谓英美 以及当时的苏联 在科技上面是绝对有优势的 即使以这个坦克车为例 那这个德国的坦克车到后来是比不上 这个苏联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坦克车 所以科技上的优势 最后决定了战争的结果 而不是说谁站在正义的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经济大国 各位知道所谓我们人类呢 那这个世界上有所谓Great Seller 七大工 我们国家翻译叫做七大工业国家 那这个翻译的也蛮有趣 可是其实当年并没有人说 这个七大是工业特别发达的国家 这所谓七大工业国家 其实是七大经济大国 就是我们看它的Total经济的Value 那从上面数下来七个最大的这些国家 那么各位都知道我们这样讲 在美洲只有两个吧 就是这个加拿大和美国 欧洲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这个四个 所以一共加起来是六 亚洲只有一个就是日本 当然日本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七大工业 经济大国 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没有一个不是科技发达的国家 那最近如果各位看 有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叫做经济学人 那经济学人最近公布世界上几个 叫做export 输出最大的国家 也是这七个 也是这七个最大 再加上中国大陆 也算是他们输出最大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那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色 就是科技相当的发达的 那么反过来说 这个穷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是科技发达的国家 几乎我们听说 科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读经济 是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你就把科技办好 因为现在你就把科技办好 就好了 科技不好 你弄到此也没有用 下一张 不可以说科技已经主导了人类的文明 而且我也这样讲 人类很盲目地接受了科学家的领导 而且我有点担心的就是所谓人文精神 在人类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重要 这样一个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会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可是这个是 那就是说你不能够重视精神文明 你不重视科学的话 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反过来又没有问题 你这个国家就是注重科技 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可以立足 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下一张 所以底下我就要讲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科技 它所带来的问题 好 我们下面看 下一张 那我们讲这个自然资源的消耗 石油他们就用完了 那当然我说石油快用完了 很多人说大概也不会 这个也许我们可以拖一阵子 好的 我也无所谓 随便你这么讲 我都问各位 石油是不是不可能再生了 这一点大家同意了 这一点大家同意了 你没有人能够再造石油 石油用完了就是没有 那这个石油 它形成要一亿年 那说实话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 两百年 这个有可能两百年之内 我们把这个 要花第一年形成的 石油有光 而且最严重的是 这个 冲丝以后 要再等一亿年 才能够贵石油 这个 这个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大家 从来没有人 担心过这个问题 好 下一张 这个 我要这样讲啊 就是 矿碳啊 就是一序不管的 就是 杀水也是 一序不管的 但是大家 似乎 而且 而且啊 不仅仅我们 又要放开 我们在这个 海洋里面的鱼类 也是面临严重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知道 全世界的人 如果都像我们 像台湾的人 这样吃 血鱼啊 所谓海洋的鱼就是 血鱼 那么这个 海洋里面的鱼啊 大概一天就会被我们吃完 所以这个是 真的事实 这个 我们的这个 海洋的鱼 其实特较有限 即使这个 这个台湾海域 这个沿海啊 我也啊 讲一下 如果我们 政府 我担心我们的政府了 因为我们政府 回不住了 这个今天我们 刚刚 了解就是 你一眼看 我们的这个 学生人数 越来越少 对不对 他们在很多地方 还在 顺设学校啊 在嘉义又设一个学校 然后在大学 又在那边 还在那边设立啊 私立的 公立的 还在那边 好像无所谓 那这个 我们国家 这个 我有时候碰到 一个居民 他们跟我讲 他说 能够抓到的 其实是越来越少 他们知道 那他们 现在管不了这件事 各位也知道 居民啊 已经是很难生存的一种 所以他们管不了 那问题是我们政府 好像也 也不太管 那其实是海洋里面的 女子 非常有限 那现在 为什么我们还可以 但是因为 大多数的穷人 是从来 可能就是海洋里面 好 下一个 那在公元2002年呢 欧洲联盟 一直希望 在北海 所谓北海就是 阿门的北湖 英国的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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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包含 苏格兰 然后呢 冰島 各位知道吗 冰島 这些国家 这些地区 这些地区的鱼啊 鱼它们希望把它降到 百分之二十 这个大家 不要告诉我 我老实话 没有干过呢 那为什么呢 它们说不然的话 这个鱼可能会决肿 那这个鱼有没有决肿呢 就是看雪鱼 雪鱼 大家都喜欢吃吧 雪鱼就是所谓 英文叫做 靠 靠的 这个 它常常说 为了中国人呢 为了靠 它呢 跟这个 敦兰 打仗 开战 那开战呢 叫做 Code 我 几乎像 我 不像 人在 其实它就是 为了雪鱼啊 可能会开战 那这个雪鱼有没有 决肿过呢 它就是所谓 加拿大的 Newfoundland 这一个岛 非常大的一个岛 过去啊 它是有人住的 那为什么这么一个 荒凉的岛上 有人住呢 因为这个岛上 还是被抓到 很多居民在这个岛上 最近啊 这个加拿大的 Newfoundland 真实 几乎完全 没有人住 那 最近 听说 又有一个小的村庄 经过公投以后啊 决定 千村 大家懂啊 政府说 你要不要千村 千村以前 你们举行公投 那 各位知道 有多少人参与这个公投 二十五个人 这个村子有二十五个人了 三人都已经走光了 那这二十五个人决定 最后 我表现多少人赞成 多少人反正 这个活不下去了 那有 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二十五个人住在一个村子里 小孩子早就走光掉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血液 绝种 那这个绝种啊 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忽然之间就被绝种了 那绝种以后 他们总认为 还有一些鱼苗 各位知道 当年到后来 把这个鱼苗都抓走 那这个 他们总认为 这个鱼苗还在 所以有一天 会再长大 没想到 就是没有 这个是大自然的一个 好景 大家 完全没有注意到 那 从一九四六年到公元两千年 血液的产量一百万吨 降到二十万万吨 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啊 我认为欧洲联盟 他当时 算是一个 变得到这个超级大国了 那他们知道 还注意到 那我们国家 或者从来没有统计 就是我们附近的海域里面的 鱼苗的产量 有多少 据我所碰到的人 他们说他们的 产量是往下降 OK 下一个 可是我们要知道 并非全世界的这个 人啊 都在 消耗这个 资源 美国呢 是世界上 人口 不多的一个国家 百分之四的人 两 两亿四千万 是不是啊 两亿四千万 左右了 就不多 可是这个人员的消耗 是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十 对 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当然各位也都知道 美国最近啊 还在里面 一直在里面 争论不休的就是 美国有很多的车子 叫做SUV啊 Sports Utility Link 非常非常的消耗能源 很多人买费 可是这个买的人 原来是非常的 那当然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美国的油价一直非常的低 那就是说 大家 等于美国政府鼓励你去使用SUV 因为 它 用了一种方法 使得这个油价非常低 OK 下一条 所以我们这些 所谓有钱人啊 包含我们这些人 这种 对于这种 自然自然的消耗 对不起我们的子生 也对不起世界上的穷人 那我要讲一下 我常常说 对我的这个大学生讲 我们对不起你们 我最近也懒得跟他们讲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学生 是世界上最有多处理的 大学生 大事情都在我 我能夸他 你们是培养我们大学生的人 我想我们这些国家是很奇怪 这个 这个 世界上最不严肃的大学生 就是我们 这种所谓都是挺苦的 都是 都是 从英文讲就是 Have a good time 就是大家 认识可知 每天就 男生看体育版 女生看精神版 就是这样的国人 至于这个 我们的自然自然消耗 他们好像外界不动 这个是很奇怪 各位看 他们对 见到总统 他们也不会讲这种事情 对的 他们就讲 我们的上网的钱太少 我告诉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变成了 这个 外国 新闻 就是台湾的大学生 跟总统 讲 台话里面 没有谈到国家 世界上的事情 甚至于他们说 也没有谈到什么 太多重要的事情 他们说 谈到的就是上网的事情 结果要知道 人国籍新闻 就是 反正我们的学生 他们也不看国籍新闻 所以这些事情就这样 好 下一条 比较想住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河流 都不能游泳 可是 我当然年纪大了 所以我知道 台湾在1961年 跟现在是40年 所有台北的河流都可以游泳 如果台北的河流都可以游泳 那么我们这样讲 全台湾的时候的河流都可以游泳 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们国家 到后来人口增加 然后我们的工业 变得发达等等 使得我们的河流 受到相当严重的污染 而爱因此 也不是我们这一个国家 很多的国家 我想中国大陆现在是非常严重 而且我认为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大量使用 含有化学物质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喜欢 擦坡床的时候不用清水擦 我们用一种 吞冷的东西 什么文洁啊这类的 这些都是破坏我们的环境 我跟大家讲 我们的荣耀到哪里去 那这个 英国有个叫BBC的节目 过一阵子就会放 那大家会问 这些东西到哪里去 那其中有一个是荣耀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机油 那我们的这个机油啊 到底到哪里去 就是我们骑机车去换机油 我们的汽车换机油 那机油到哪里去 这个很少人要过问 我想谁也不愿意过问 因为问的话 这个很伤感性的事情 就因为这一定破坏了 我们的这个环境 破坏得非常严重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所谓 不问是教育 好 教育上 海水一直在上升啊 这个各位也知道啊 这个有一个岛啊 甚至于有一阵子 这个一个小岛啊 这个小岛我们国家 跟它还有外交关系 那这个啊 叫什么岛 还叫什么国啊 还讲一讲 对 不知道是不是叫鲁洛啊 鲁洛啊 不到现在什么 鲁 洛 鲁 洛鲁 洛鲁 前些日子们又好像传出 它还被淹没 今天的报纸说 它还破产了 这个两个 谁跟它哪一个都完蛋 那这个这个海水上 那我们也真倒霉 我们这个 我们又失去了一个方交互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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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不要紧啊 因为 大陆不会增加一个方交互 如果它这个海水上升的话 大陆也来得给它 那 那 各位知道 美国的North Carolina的灯塔 一直在向内移 二次世界大赛 日本人所造的妖宝 现在也不尽在海里 好 我看一下 但有一个事情是正的 就是所谓冰山 冰山呢 现在在维内瑞拉只有三种 在这个赤道上 有一个冰山 叫做Killing Mount Yard 这个冰山呢 中年积蓄 而是现在 一直都在融化 所以 当年 这个山是有名 是因为海明威的小说 The Snow of Chilli Mount Yard 我劝各位 比较厉害的小说 又看不懂 不知道他们的东西 我就搞清楚 为什么海明威的诺贝尔奖 就是 那个是因为他写的 都看懂 这个 这个书上 就一开始就讲他的 抱子 为什么会死于这个冰雪之中 这个是 大家懂吗 就是他不该跑到冰雪以后去自杀 这个意思 可是他很多抱子老了以后 就回到这个山上去死在这个地区 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这个而且很多 我们国内的一些医生们 常常去看这个Killing Mount Yard 有一个照相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冰山是 上面这个血越来越少 那所以将来有一天呢 这个海明威的小说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 这本书叫做The Snow of Kilimanjaro 就没有人要买 因为这个山上也没有买 那纽西兰南部 南部就比较冷了 它的冰川在过去就碰到地 1930年还碰到地 那现在各位如果再去玩的话 现在离地面已经300公斤 就是这个70年来 它的这个冰川一直往上升 也就是温度越来越高的 那这就是所谓的CO2的排放量 那美国是相当大的 那美国是相当大的 大国要把CO2的排放量往前面 就是减少 希望他们越来越少 因为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 下一个 那底下 那我还讲一件事 这个上面我老是忘了写 就是在英国有一个科学家 最近的曾智朗教授 还特别介绍这本书 一个英国的科学家专门去注意 所谓英国的第一声鸟叫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们到了冬天 鸟就这么讲 就中眠了 好 就 然后男友 对不对 反正这个第一声鸟叫 第一朵花什么时候开 第一个结冰的湖什么时候融化 然后他就发现每一个都起早 这个起早的原因 不非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 对于这些动物 以及植物来讲 然后英国的春天也是越来越燥 越来越热 这个鸟越来越热 还有呢 这个 我认为严重的是物种消息 那我们的生物啊 全定应该多样化 各位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 多样化 你才有意义啊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这个进化 就是要靠多样 如果只有一种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是没有再进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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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少 每一年总减少上几万个步骤 当然会造成很大的灾祸 比方说最近的所谓巴西的柳城 它这个是十二亿美金 四十万人赖以为真 可是只有一种品种 这个也是科技搞出来 科学家就说这个品种好 那当然大家就会雇用这个品种 那政府也没有这个先见之明 那政府如果说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还要保存另外一个品种还比较好 可是他们剩下这种 也许还有少数的人还种另外一个品种 可是绝大多数人就种这一个 可是忽然之间这种病重害 那这个到现在好像最近大概慢慢的有可能恢复了 可是这一个灾害使得这个巴西的这个柳城 柳城工业、农业受到相当大的损害 那这个老百姓是雪上加手 因为很多人靠这个东西为生 好 下一条 那听说古之后呢 一次这个埃及的蝗虫灾难 那这个跟这个物种有没有关系 它大概有一点关系就是 那蝗虫一个时候会盯准哪一种物种 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埃及啊 那个这个 那个大规模的那个鱼物 是这个这个 这个黄虫喜欢的 那还有这是最有名的 就是爱尔兰的一个叫做马铃薯 那爱尔兰的时候啊 就是全国种的是只有一种马铃薯 那这一个马铃薯的灾害 使得几乎造成爱尔兰的一个激荒 激荒 下一条 那在过去啊 农民在一块小土地上 种植很多不同品种的那种作物 好 所以我要在这里讲啊 这个在美国现在是否决定没有 美国你找不到任何的一块小土地上 种植不同品种的多不多 美国全部都是大规模的种植 大得不得了 那么这个 这个 欧洲 这个 跟我们台湾呢 有点像 那欧洲啊 到现在还是喜欢 在小派土地上 就是 它还是有很多种种植物是怎么样 这个也使得欧洲 比如说 不能接受美国的农作物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欧洲人很喜欢啊 嗯 怎么怎么讲 我也考虑 他们算美式主义 就是 他认为啊 我最好的这个菜是我自己种 那当然是最好的 大概是自己种植物 所以 那其实是值得鼓励的啊 这个非常值得鼓励就是 小龙制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小龙制度啊 有的不好 就是不经济 非常重要 但我要讲啊 欧洲是有钱的地方 所以他们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国家现在呢 又面临我们的农业又这么衰退 所以做不到 那可是这种样子的做法 有一个好处就是 不会被同一个病原所侵害 因为它的种类一定很多 好 下一张 那现在呢 糟糕 就是这个 一大块土地上只有一个品种 所以极容易被这个病原体 也要彻底毁灭 好 下一张 那这是一个统计啊 这个过去啊 人类所种的植物有二十万种 那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去看这些文章 我去看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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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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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 这个 越是古老的国家 你去看 吃的东西越多 对不对 那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吗 那就可以看到 我们那时候的植物 就比我们 比美国人多 美国人的植物 难吃的不得了 而且种类又少 都不得了 那这个就是 这就是 我们越古老的时候啊 其实能够种植的植物是多 可以食用的植物也是多的不得了啊 我们中国人不是什么都吃吗 大家这样讲吧 我们中国人能吃食物 那美国人也不能吃食物 所以我们过去能够吃的食物也有 现在遭到只有一百种 可以更重的 可以吃的动物也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问题 好 下一个 那这个也都是一些统计啊 这个 这些灾害蔓延 都是因为这个物种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国家 各位也许不知道 还是希望我们的农人种好几种的稻子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害怕有一天稻子全部生病 这样一个 那可是啊 我可以告诉各位啊 最近一个好交集就是 中国大陆保存了六百万 就是他们号称 或大概可能 他们有大规模的这个育种的计划 就是这个种子啊 包括这个包存了六百万 这个至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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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将来有一天呢 这个 能够恢复这些 这种的统计 好 下一个 好 以下是我认为 这个 科技的发展 使得这个 这个 前百分之二十人的所得 会越来越多 后百分之二十人的所得 越来越少 在一九六六年 这个 前百分之二十是百分之六 后百分之二十人的所得 是二点二 所以三十比一 那我们国家 到现在大概 还是四年 比一 下一个 可是到一九九六年 各位看嘛 这个变成六十比一 前百分之二十人所得 是总所得百分之八个三 后百分之二十人所得 是总所得的一点四 那 后百分之六十人的所得 仅仅是人类总所得的百分之五 五点六 在三十年内 人类的平衡数据 一直在乐观之中 可是这一个三十年 我只有这样讲 是人类的科技进步最快 历史上没有过 进步的最快 比方说 发明新的 computer 发明新的 communication的 这个技术 都是在这个三十年内 这个 大的进步 尤其叶子的进步 这个三十年内 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个三十年内 这个三十年内 可以下一个 那联合国的平雄线呢 是一天一块美金 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人类 就在这个以下 百分之五十的人呢 才是赚不到两块钱 ok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这些都是 是个冲击 那有一个国家 他的成绩年龄是 37.17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等一下我们会讲 这个也算高了 这个慢慢会再会降下 因为艾滋病 那还有一个就是 在非洲啊 非常少医生 你看 这个每十二万人 才有一个医生 所以啊 你们这边 我不相信 你们这边那个 八万人 知道这个 性命是不是 八万人 八万人呢 零多两个医生 稍微这样子算了 就是我想 这个你们看 我看到那种 清零医院那里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 可是还是要讲一讲 就是这些国家 你们要知道 并不是穷国 应该不算是穷国 非洲是产石油的国家 像这个亚洲 就是几乎很少国家 产石油 日本不产 台湾完全不产 所以这个非洲的Angola 这个石油的收入 每一年是三十亿美金 这个几乎是我们国家的 总预算的 总预算 可是呢 还是很多 总统 总统 或者有一天 有一天 用掉了七万五千块钱 来 好 我们下一个 那世界上 有多少人 没有卫生设备 有二十亿人 有多少人 没有干净的水 有十二亿人 有多少人 这个小孩子 死于五岁以前 那是一千万 一千万 那这个也是很容易懂的 就是因为这些人 没有卫生设备 没有干净的水喝 那当然就会生病 而且会很早就去 放在那 那世界上最有钱的三个人 这个财富得四十八个熊国 这个GDP整合 十五个人 等于沙拉拉山沃南非洲 国家的GDP 最有钱的 两百个人 财富是一兆 一万亿美金 平均每个人五十亿 可是呢 你去看你的最穷的 四十三个国家 六亿人头的财富 还是这么多 平均每个人 这个 两百四十三 这个是平均五十亿 那各位要知道 还有一个算法 差不多 你去看那个 最有钱的五百个人 那他们的收入 就是人类总收入零半 好 下一个 这个每年有四千万的儿童 还给你看这个数字 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 输出仅仅是全世界输出的百分之零点四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四十八 我们国家输出是世界的多少 各位知不知道 这个给他 这个漫游都知道 我们国家输出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算是不错的 我们国家从前十几 我们国家输出是全世界输出的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但是这个其实相当厉害 那也许我还可以给各位一个讲完 因为对各位来讲 一定是会关心的 世界上最大的输出国家 是哪里 那我一直以为不是美国就是日本 对不对 日本是特别 特别 特别 不不不 它不够 这个最有趣的是 最大的输出国家是德国 对这个 德国是number one 最大的 而且 各位 又可以想象出来 德国之厉害 就是说 德国有没有输出便宜东西 应该是找不到的 这个 我也想到他去买德国货的便宜东西 这个是 就是很难的事情 好像他立国以来他就没有 立国以来 就没有输出过任何便宜 任何东西 主要是德国货都是贵的 到现在依然如此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的时候 他说 赚的钱 也是全世界最大 我们国家的这个百分之二 已经算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是个小国 可是呢 我们有一个遗憾就是 我们的profit margin 是非常小的 我们也许可以输出这种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的profit 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一个很可怜的一种 但是我们还是比很多 你看这四十八个国家 才只有百分之零点十 那这个国家等于没有了 这个好 我们下一张 我们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我也要讲 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在过去 所以我们有一阵子宣传 说是这个国家 穷得不得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又有一个想法 就是认为啊 这个中国大陆是蛮有钱的 那当然各位要知道 所谓蛮有钱是指他在严寒 那是相当的有钱 那的确是相当的好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也要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做老师呢 我也是老师啊 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 老师讲句话 这个什么广州不建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两个城市 一个上海一个北京 他们在教育上面呢 等等的这个进步啊 是蛮值得注意啊 这个尤其他们的 学生的程度 那我们国家一天到晚 现在还说 我们的学生 沛永东 教我们大家要 使得学生快乐的学习 那这样 我认为大陆 我们家说的 是这样想啊 那那么 而且他们在英文 数学上是 远远超过了我们 可是呢 大陆的这个 这个落后的情况呢 也是非常严重啊 我看这个江西省 一个小学 穷到后来 要去引进一个炮足工厂 还有很多小学生 在里面做工 然后这炮足工厂爆炸啊 呃 我也想到 我们国家 会不会终于 有一天穷到这个程度 有一天 高中高折 也要用这个 产观学合作 引进炮足工厂 我想 希望不要有这么一天 那当然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美国的 太阳杂志啊 就是说 这个学校 花很多穷呢 我们就去看 他的老师赚多少钱 这个老师是 每一年 一百四十块美金 各位知道 一个月是十二块美金 十二块美金 就是四百多块钱 台币 当然 大陆也稍微便宜一点 可是 大陆也稍微便宜一点 可再便宜 四百块美金 他们决定会 因为他至少 他是平均和四五 average 一定有人 他还要穷 果真呢 我就查出来了 大陆有个叫 温饱饱线 我没有看到中文字 什么叫温饱线 我是看到英文 叫做 Wang Bar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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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到了 你还不懂 什么叫 Wang Bar Line 他大概是完全 这些人家 比较高兴 就什么叫 Wang Bar Line Wang Bar Line 就是不得温饱 就是每一年 才七十块美金 一个月 只有六块美金 六块美金 大概就是 两百块台币 两百块台币 这就是温饱 你就可以得到温饱 那有多少人呢 我忘记 重庆市的三千万人中间 有三百六十万的人 是温饱线上 就是有十二个percent的人 在温饱线上 其实中国大陆 是一个蛮严重的人 那这个跟这个科技 有没有关系 我们比较清楚 看一下 那我想这个 当然主要的原因 不完全是科技 不败政府 我想这个各位 以后再看 这个很多国家 奈及利亚 这是一个 这个总统 贪污 最后贪污 十亿美金 归还十亿 然后家族保存利益 而且永远 你不可以再去问他 那是一百三十亿美金 可是各位知道 每一年他的收入是一百三十亿美金 非常非常高 这是我们国家的四倍 可是平均的这个所得啊 还是只有七百块这个美金 那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呢 我就这样讲啊 这个钱当然都是贪水贪掉 总统本人贪污 然后副总统本人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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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总统本人贪污 这银行的aranth this. No truth is 英都是不是自由民主 英都当然自由民主 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贪污 国家 所以这个 我一个人在这里叫啊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的 都一定是独裁的国家 这些国家 你又看不见到 fractions 所以各位要知道 说是自由民主就一定好吗 我说自由民主也许可以好,可是如果里面贪,那就有点办法了 何况有反对党,印度一直有反对党,也有政党轮替 所谓政党轮替就是轮流的贪 贪不能有一党,不能有一党专业 那还有一个欧美对农产品的补助 这个我要讲一下,我也希望大家注意 我真是觉得我们这个政府非常奇怪 我是唯一的一个人,在报纸上常常讲 欧美对农产品的补助是每一年三千亿 欧盟一千,美国一千七,然后加上日本三千亿 加起来就是所谓三千亿 那我们的农民现在已经是非常可怜 各位知道我们的农民常常会去请愿等等 可是我们的农委会还跟他讲,我们已经猜出不准对农产品有补助 那我就搞不好,欧美一直对农产品有补助 而且WTO开会的时候,韩国的大的代表团抗议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的代表团只有去了两三个人 一个字也不起,不知道他们在说 好怕也就在那边玩,大概也没有开会 可是这个韩国的代表团不仅抗议 有一个农台在会场外面自焚自杀,以示抗议 我们国家的努力都没有了,我们的官员当然也没有自杀 我们的官员也还跟我们的老百姓讲,不要闹了 美国不可以对农民有补助 我根本就怀疑我们的官员不知道这件事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当然希望他们脑筋很清楚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看到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办法 好,下一段 我想这个我都不讲了 这个外在也是一个原因 好,底下,我就要讲 丁确,各位想想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科技不发达的国家如何能够变成友情 反过来就要看全世界 就看我们台湾 这个国每一个周末就回到新竹 新竹就是一片白人 又开一家白货公司 白货公司永远有人去 他家也真的有人去 又开一家 这个四五家里 这个里面的饭馆都有人吃饭 那我在湖里 就是科技落后的地方 就什么都没有了 台湾各位也看不到 这个这么大的白货公司 那湖里更加 连个变远都没有 这个饭馆一家一家地 垮掉 好不容易有一家 垮掉 好不容易一家 垮掉 那这个 这个落后之点 就是这个所有高科技的公司 厂商就集中在那几个地方 那所以把他们就活得非常好 那这个科技落后的国家 科技落后的地区 就以中国大陆来讲 上海就是所有的这个重要 一直从上海延伸到 所谓他们的叫做苏州 是不是 从现在我们以为苏州好远 现在听说苏州 那跟永和差不多 大概就是这个 高速公路去一个小时 是不是 从前我以为好远 现在听说 很快就到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个都是科技发达的地区 那北京各位知道 号称是这个 帝王之所帅 还是比较上海 差了一大截 微不足的人还是很多 那这个 那现在我们 要问的就是那些穷的国家 如何能够便有钱 这个在我看起来 是完全没有办法 素手无策 而且 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在过去 这个 各自话在911以前 每一次这个 这个经济大国开会 必定有大批的年轻人 抗议 主要的抗议 永远说 你们这些有钱国家 也穷国怎么办 那么这个 尤其这个7国 在意大利开会的时候 这次引起的抗议是最大规模 大多数当然都是学生 有很多是天主教的 神父这些人 他们到过贝州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 严重性 所以到后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所谓七大工业国家开会 这些投资们永远在什么荒岛上 对不对 这个冲绳岛 琉球 他说在琉球开会 那个是看你来看 你根本没有人的地方 你那抗议也抗议不成 他有一次 跑到加拿大的一个山上去开会 下面把他工作都封起来 这个他也就没有人抗议 可是他们有的时候 演会的本师太平 也是讨论一下 如何帮助穷国 所以在日本呢 那一次 就所谓琉球开会的时候 琉球 琉球开会的时候 这个七国到了下午啊 已经是想回家了 那个是礼拜五的 下午就想回家了 最后一个节目 要讨议讨论如何 这个帮助穷的国家 就有一个总统就说 用Internet 这个穷国就变有有钱国家了 这个大家说 对对对对 大家决议 好决议了 怎么样的帮助穷的国家 穷的国家如何能够变得有钱 像他们都用Internet 所以 所以这个第二天 这个 第二天 这个 纽约时报说 Why don't they eat Internet cake 这个 这个 各位次长 这句话 因为从前 安东尼 玛利亚安东尼皇后啊 在外面 这个 有人暴动 因为饥饿而暴动的时候 他就问大臣 他们为什么要暴动 那个大臣就跟他讲 那么没有面包可吃 是没有办事 没有办事啊 那当然说 英文就是 他的回答就是 Why don't they eat cake 就说 没有吃蛋糕 这个 敬惠地是一模一样 那现在呢 这些总统讲啊 你们就用Internet 就好了 我告诉各位 Bill Gates 把这件事情 共识的 一堂 大骂 都认为 其实是荒唐 认为这件事情是荒唐 特别是认为 科技啊 自由死 但是穷人 越来越穷 他说各位 我很讨厌Bill Gates 这个 这个 很差劲的一个 但是他有些话 是非常对的 而且他捐行给穷人 这件事情 也是 真的是 这个也是很奇怪 他不是那邪恶的一个 他就是讲军队性战啊 所以越来越不像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八千四百亿的人 美地战争 我们用掉了 这个 八百亿 科斯福战争 三百亿 第一次世界大战 才只有五兆 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却 国家用掉了四十兆 最大的好处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使得美国的经济 充实繁荣 在这个以前 美国处于 大不惊喜的状况 好 下一段 那 各位看这个价格啊 这个法国的 坏降式飞机 是三十米 这个 这个 英国呢 所以我们呢 这个每一次 这个还是很早以前 这个 英国卖给印度的 豪克战细啊 要价九十亿 那印度要买六十家 那这个怎么会 都拼错掉了 奇怪 这个有的时候 奇怪的不代表 Kid Class 记得号 叫Kid Kid Kid Class 这个是搞的 这是 SS C-L-A-S-S Kid Class 的军线 那我们国家 要去买 这Kid 那这个Kid 不是真的是小孩子 看到外国报 是台湾 Kid Class 这个书 它都没有搞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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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讲讲的 你真正 等到你买到的话 一定是贵的不得了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 最糟糕的 就是还要买柴油 引擎的潜水瓶 这是二十世界大战 各位看那种电影子 有没有 那种那种 那种那种 英国跟德国那种 打的打去打的柴油 那种 这种这种 这种引擎的 这种潜水瓶 刚刚你这个 一发动 人家就听 听不听到 这种声音响得不得了 这个要三千四百亿 规划费 各位叫规划 就是规划一下 要一百亿 那设计恐怕要 那设计恐怕要 要一百亿 要一百亿 所以我认为 这个买一种东西 买一种东西 买一种东西 我的问题 就是 贵的不得了 就是贵是贵的不得了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那我们要向美国买 从大陆到台湾的时间 从大陆到台湾的时间 到达两个分钟的时间 我们连这个人 我不想 这个怎么可能 帮得了 所以我们都要去买 那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科技搞出来 这个科技使得 这些东西也不贵 而且啊 这些东西在我看见 就是全部都是浪 因为完全没有用 再下一张 好我想下面这些我都不讲 好不好 因为这些我想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再下一张 就是我们国家实在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不能算是很有钱 中国大陆其实也不能算很穷 但是老百姓也很穷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么多的乳器 我常常觉得啊 我们科学家要付很大支 要不是他们努力的话 我们的乳器不会这么贵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世界上 有没有听说 哪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幻想式飞机在叠价了 有没有 就是就像我们的computer一样 就叠价 或者digital camera 一直在叠价 对不对 我们不是常常说 这个东西最好不要买 这个 这个 我现在这样讲 所以大家不要买 你等一等它就会叠价 对不对 所有的consumer electronics 都会叠价 你有没有一个国家说 幻想式飞机我不要买 过一阵子才会叠价 从来没有叠价 对 韩客车也不会叠价 什么东西都不会叠价 全世界什么东西都不会叠价 就是武器 绝对不会叠价 这个理由很简单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看了很多东西 买武器的 其实就是 国防部长是谁的 这个全世界的国防部长 我看都有问题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 都是他们决定要买哪一家 所以 他们就谈一谈 他没有理由要便宜的 便宜的买 已经不能照标了 有没有听说过 买武器照标 上网 这个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 好 下一条 这个 其实美国也很有问题 这个很多州 而且California都快破产了 这次快破产了 美国在California 有严重的破产问题 刚才公投过 就是要发行公债 大家都战争 各位知道 那个公债 什么意思 公债是 发行了以后 是把这个公债所筹到的钱 来应付这个银行 来推缴他们的债 这个是以债 有没有来还债 这个消化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 你说 有没有钱打仗 那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这个 打这个 无论可制度 对吧 一一制度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 我要再讲 军费竞赛 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 好 下一条 那 各位看啊 这个两千零国动买的武器 就是两亿民放 当然还有好的故事 我觉得好的消息 就是巴西的总统 那它就是 下一条 好 下一条 那我讲一个 就是 人类有个 攸关人类重大幸福的 科技权控制 一个就是农业学 是医药 因为我认为 农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 我很感到难过的 就是国家 我想 校长 我们老师都知道 是不是有一种 就是所谓农业 职业学校 是不是 我们叫农工学校 这个是最可怜的 学校 是不是 这个 有一个 就在你们迷信 就在家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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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